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美丽的思思去年在张老师家里 演奏的那首曲子 让我们掌声有请思思 那首曲子呢 叫《童年的回忆》 我看了一下这个介绍 思思居然练习了五百多遍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记得有一位名人曾经说过 没有什么天才 天才是百分之一的天赋 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我想这五百多遍 其实是百分之一百的汗水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所有小朋友 都曾经体会过恋情的辛苦 可是就正如刚才点点小朋友在台课说的 恋情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痛苦之后的快乐是 当我们会完成一首新曲子 弹给爸爸妈妈听的时候 那才是真的快乐 所以呢 恋情是什么 学习音乐是痛并快乐的 那今天思思小朋友 要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一首 什么样的曲子呢 《十男的玫瑰》 好 请欣赏 去年思思考了五集 这一年相信他恋情会更勤奋 所以呢 让我们来听一听 这一年还有什么样的进步 请欣赏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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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